大家好,我們今天的作品是高分子智慧水膠應用於傷口罩布 當我們有傷口時,可以使用本敷料,它就會在傷口上面形成一層薄膜 跟一般傳統敷料各種的地方在於,它有更好的透氣性,還有更好的保濕性 並能夠阻隔外界的污染,也不會造成像是阻殖堆積或是發炎等問題 一般傳統的敷料,像是OK泡或是人工底,它們的功能都僅止於覆蓋在傷口的表面 容易造成傷口感染而導致發炎,因此我們希望開發出一種新的敷料 它要富含水分,而且不易沾黏,同時可以包覆抗生素,省去施打破傷風的麻煩 本敷料將聚酸甘、郁G5、乳酸甘底和聚餘二醇,這三種原料聚而成一種兩性的高分子 將它與水分混合,因為它年紀很大必須混合三天,因此我們支持了這個旋轉儀器 因為它需要在低溫下進行混合,因此我們以行動電源來執行它的電力 我們做了溫度敏感性的測試,水焦降解,以及PHS的電話,還有抗生素釋放 那由這些就有可以知道,本輔料適合使用於人體,為了防止它在室溫下而自動成膠,我們製作了這個保冷裝置 它在低溫時呈現液體的狀態,那當我們把握在手中時,揮引人體的溫度而呈現膠狀 而這樣表示我們針對市面上常見的輔料像是傳統的電波以及人工皮所做的一個比較 因為我們水焦,它是在將融子與水做一個均勻的混合,因此相對於來說,OK,爆米其成功皮,我們具有更好的保濕性以及透氣性 而我們水焦在低溫時呈現液體的狀態,因此當我們有傷口時,可以將我們所需的抗生素包覆在水焦裡頭 並且寬散在傷口表面,預防一些傷口感染等問題 而當我們需要更換附料時,只需使用大量的清水降要沖洗池,並且不會有任何的疼痛感以及造成惡度傷害 而我們水焦因為本身的材料容積是水,因此它在一年之內會慢慢的降解為水 不會像傳統K-Bone以及人工皮對大自然造成許多汙染 而這張表是我們針對我們的濃度以及溫度所做的一個測試 由結果得知我們的濃度在15-20%可以使沉焦溫度最接近人體體溫,也就是37度C 因此我們配置這個焦體的濃度大概是在20% 對我們的藥物釋放以及降解速率所做的一個測試 由結果得知在30天之內,我們的降解速率是十分緩慢 並且藥物釋放也相當穩定 然後以上是我們的介紹 我們最重要的目標是希望我們的水焦可以取代傳統K-Bone以及人工皮 並且廣泛的運用在市面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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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